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就跑成绩新闻也慢慢跑出一些心得了啦 还会继续坚持 真的喔 那一开始你对经济学有什么感觉啊 很难啊很多数字 然后很多专有名词 很无聊对不对 而且经济学很大的一个重点事情 你不能只看当下 你要跟过去以及未来做比较 经济学有一句话叫趋势不会改变 一旦改变短时间不会变回来 所以最近的最新的消息是欧元 已经超过美金成为全球最大的支付付币了 所以欧元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强 人民币呢对不起啊 人民币在中国努力之下 从原本的1.9降到1.66 OK 它的趋势是往下的 好经济学里面谈的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次你怎么谈疫苗经济学 你有做些预测吗 有啊有啊有啊 其实主要是用了IMF 就国际货币组织 他们做了一个经济预测 因为我觉得今年对很多金融机构 或是这种国际组织做经济预测 都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 因为整个疫苗的前进 然后疫情的状况 大家都很难去预测 像现在美国整个疫情失控的状况 又是非常的剧烈 所以大家今年在做预测的时候 都是例如会有三种情境 就是一般情境 就是如果按照现在顺顺的发展 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就是悲观情境 跟乐观情境 几乎每个金融机构 都有这样的预测 你根据你的调查 就是我们说有乐观 悲观跟中等嘛 对 那乐观中等悲观 你所访问的机构里面 大部分都保持是哪个类型居多 当然大部分还是会以一般情境 作为主要的预测 其实像我那时候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正好是辉瑞药厂 那个好消息出来 就是他的那个保护效率 达到九成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金融市场 不是一阵雀跃吗 美股大涨这样子 不过其实 我今天一天开盘涨五百点 最后收涨三百点 对 但是第二天又创历史新高 可是他其实 刚刚过了一个礼拜 整个金融市场 就又平息下来了 对 不过我们去看那个 就是他那时候 发出好消息的时间 跟他大概一两个月前 透露他们预计什么时候 要申请自己授权 其实时间点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觉得 很缺越这个消息 其实就符合 他们原先的预期 所以这件事情 也就是在各个金融机构 的预测里面的 所以他并没有跑到乐观情境 他就是在一般 基准情境下的预测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比较保守 是属于是一般情境的预估 对 不过最近的状况 应该有些改变 因为你这篇文章写的时候 是上个礼拜 我们对要讲一下 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讨论是711期 然后他的题目是 美国队长利用台湾 这利是用利的利 不是利用的利 所以意思说 未来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会非常好 那这里面文章 我们之后还会去访问吕国珍 我觉得这期天下杂志 真的超赞的 你看我所谓超赞的定义是指 就杰明的角度来看 超赞的 当然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我们永远要想到 这世界永远也有不同的思考逻辑 那我怎么觉得 这篇文章超赞 除了这次有特别谈到疫苗经济学 也谈到台湾的疫苗的未来 同这个关心吧 因为打疫苗就可以出国了 不是吗 就不用回来回15天 那另外一件事也谈到了 像是马云跟蚂蚁之后 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也做了疫苗经济学大预测 就是我们今天访谈的 那也谈到就是未来4年 产业外交投资这方面 会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 那我觉得我们陆续会请 就是这些文章的记者跟作者 或者编辑来跟我们讨论 因为这个 大概我们会讨论4集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杂志 但如果你等不及 我们讨论的话 那你当然是欢迎鼓励 并且期许 你可以去买这些天下之 因为他们的 他们写要有薪水 有薪水就是来自于 你买进的地道 所以当我们在 每次来到的记者 如果他们看起来 神情 神情 不是 神情 应该说飞扬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的杂志卖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很期待的事情 好 那你这边特别画了一个 叫做欧洲重创 重启第二 第二波封城 这些事情 你们感受是如何 就是根据你的访谈 欧洲 因为欧洲离我们遥远 我们现在也没人去欧洲玩 所以欧洲状况到底是如何 其实像 大概我在写这篇文章的 前一两个礼拜 就是十月底开始整个 疫情再起的状况 趋势很明显 因为其实在 今年的春季的时候 那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 不管是欧洲 美国 甚至亚洲 其实都有很多确诊的案例 那时候台湾其实也很紧张 可是到了夏季以后 其实这也符合流行病学的一些预测 大家觉得在夏季的时候 因为高温 所以那个病毒的存活率比较低 传染率比较低等等的 所以那时候有稍微 那个和缓下来 可是到秋冬 大家就很戒备 就没想到 欧洲是最先 就是整个大蔓延的一个区域 那时候 就是好多 好几个国家是接二连三 一个一个封城 只是说他们这次封城 其实 很多人说他们这次 比较有所谓的准备了 所以他们不像春季的时候 封城就是很严格的一次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他们这次封城 例如是说 他们会要求社交距离 或是持续小禁 就是可能晚上十点 到隔天早上六点七点 这样的 或者禁止经济活动 可是他们学校 还是早上开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第四季的 大家机动机构 对于第四季的 欧洲的经济的预测的部分 其实不像春季 那时候会是 这么大幅的一个下滑 但是你经济活动 一旦有被部分的 一个限制之后 可以预期它 就是对经济 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 是 你这边有特别提到 就是几个国家 他们封城的状况 确实我们从股票市场 看得出来 我记得上礼拜的时候 就是欧洲股市 有一连串的 暴富性上涨 真恐怖 应该差不多就是 11月中之后 就是疫苗发生的时候 连续三天大涨 德国 法国 还有英国的股市 都涨幅超过 10个百分点 把今年下跌的部分 全部补回来了 所以他们期待 疫苗的状况 是真的很殷切 你这边有特别提到 就是他们重启 第二波封城的一些细项 应该是说整个秋冬 就是大家会认为 是一个疫苗 最肆虐的一个期间 所以我觉得因为 夏季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 疫情稍微和缓下来 所以大家应该 真的有比较松懈 我觉得台湾 台湾某种上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松懈了 然后欧洲大陆 就是一个 它虽然有国境 可是他们互访的这种频率 其实是其他 其他州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他们可能就 有一些边境上的交流 也是使得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整理的这个表格 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 在第53页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 完整欧洲的表格的一个整理 那因为我们是 不能用文字去叙述 所以你想知道 各个国家 到底状况如何的话 你很好奇 因为相对于台湾来说 你就不敢相信 这些国家正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比较好奇 因为是文字的部分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阐释 不过我其实 你整个内容 我印象最强烈的 其实是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捷克 一个就是意大利 为什么对捷克 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捷克是把我们的防疫的措施 是整个扳到了捷克 那时候一度传出来 疫情状况是 相对是稳定的 但是没有 其实因为 还是他的 很多的旅客来自德国 而德国是重灾区 你知道捷克最大的观光来源 并不是中国 好不好 是德国 那他们境内 其实还是没有封锁 所以德国人 还是很轻易得到捷克 但是他对德国 又不能做封城的动作 那其中 他就是针对的 就是小学 还是开放 但是呢 中学就开始要停课 这好像背后是 小学生其实感染的状况 比较弱 小学生最怕是场病毒 好像这次 我们没有听到 小学生有感染到 这次武汉病毒 所以武汉病毒 我真的越来越相信 他是特定攻击的 他不是攻击小孩 攻击成人 然后 另外感受最强烈是意大利 为什么感受意大利 因为其实大家的活动 大概都是餐厅要关起来 可是你知道 我前陣子看了一部电影 这是描述一对父子 然后他们是美国人 那他父亲呢 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浪漫的艺术家 很会画画 所以你看他的房子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儿子在找他老爸的时候 然后就出来一位女子 跟他一起出来 他衣衫不整 然后女子 潸潸潸潸的出来 然后还叫错 那个女生的名字 那女生就很生气 又离开 那画面就是一个 很浪漫的一个环境 然后很多画面 那这位 他的父亲 其实是美国人 但娶了一个 意大利的姑娘 那但是问题是 他儿子现在遇到婚姻危机 他老婆要跟他离婚 然后要把他 赖以为生的 那个画廊给收走 那他就跟他 跟他的前妻说 我去筹钱 把这画廊给买下来 那前妻就很不屑的说 因为他前妻太有钱 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 结果不屑的说 那我等你啊 因为他知道 他的财富不好 所以他就跑去 跟他爸爸求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意大利 很美的山坡地 有一栋房子 那画面就是 其实我看那部电影 就是不能出国玩 对不能出国玩 只好去看嘛 那真的很美 然后我觉得 重点不在这 因为我也不能 花太时间 去讲那个剧情 重点事情是 他在那边 解扣了一位 一位女子 意大利女生 那也是刚刚离婚 那我 然后解扣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 他父子俩肚成饿 要去找餐厅 就到那个餐厅去吃饭 那他时间去的时候呢 大概是上午的 接近中午的时间 然后没有人 然后这个那个 就是那个女主人 就电动啊 就很慵懒的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业 他说可是他饿死了 那意大利热情就出来了 然后就把他煮了 煮了就随便煮了 几道意大利餐 然后他就吃了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很完美的 对 然后接下来就 戏就拍到了晚上 我其实要描述 我做这么多描述 要描述 他们进餐厅的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就是描述到 大概就是黄昏了 哇不得了 我们刚才 他对比是白天 就餐厅一个人都没有嘛 在休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哇就是 满股满股的 要先说那是一个 非常偏乡的一个山坡地 其实没有几家住户 但是到了那个晚上 吃餐厅的时候 里面 满满都是人 而且他要特别 瞧个小角落 然后里面都是声音很大 然后吃饭 可能要吃了三个小时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面嘛 可能要吃三个小时 然后聊天 还在那边跳小舞 唱歌之类的 所以餐厅对意大利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10月26号一个月 所有餐厅跟酒吧 下午6点需要关门 其实我这样讲 下午6点需要关门 这听起来就6点关门 是了不起 对不起 他们的活动就是6点才开始 那是他们最美好的 最快乐的 吃一顿好吃的食物 然后大家很欢乐的 唱一些歌 然后sorry 你必须管起来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这样 像是我记得 像西班牙或法国 其实他们晚餐时间都很晚 很多七八点以后 所以你现在要求他们 6点以后不能再经营 这些餐厅真的都会 还蛮惨的 对 那你这边文章有提到 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的爸爸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蛮精彩 可以稍微聊一下吗 可是呀 其实那时候就是去采访的时候 他就很不由自主 就想就看起他自己的状况 然后他就是很 真的很担心 因为那时候是英国封城 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 他女儿就回去英国的大学念书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会 他尊重他女儿的意愿 想要完成这个学业 可他就是说你三令五生 你一定要好好做好 你自己的保护 因为其实台湾人很难想象 国外是多么的 没有办法想象 对对对 他们就是真的很抗拒 戴口罩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不是美国 还是有一些美国人 或是一些西方人 觉得疫情是假的吗 等等之类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卫生习惯 其实是很不重视 也很不落实的 所以他就说像他女儿 如果他女儿去透过外送平台 然后已经觉得外送平台相对安全的 因为最少人的接触 没错 然后可是送来一杯饮料 那你还要叮咛他女儿 就是说你要看有没有消毒 你的背身要消完毒 我的天啊 对 这位爸爸也太担心了吧 要去那个 他是谁啊 就不好讲 他是一个外商 他是金融业的高层 他是外商金融业的高层 对对对对 然后像他女儿如果去 那个像是麦当罗 就是素食店买东西点餐 像台湾的素食店 不是已经很多都是有那个 自动点餐 对对对 其实也不需要去柜台 做人与人的接触 没错 这样子 然后爸爸也会说 他们有没有常常去擦拭 那个面板 天啊 然后人有没有消完毒在按啊 等等之类 就是说 其实当他回到那个 其实现在那边算是很 很重点的疫区了 其实父母亲的交信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子 哦 不过你刚才讲的麦当劳 我这个也有感触 好这个有点 有点话题外 不过那是一个 我这辈子很强烈的经验 那一次我是 就是我美国念完书嘛 然后就是想说毕业前 有一个就是半个美国的 就是开车绕一周来 也没有真的去找地方去玩 所以我们就一直开到了 这个就是一直开到E-North 好 然后再从E-North Ohhio一直到Florida 再从Florida 再绕回到New Jersey 好 我们并没有跑东北角 听说东北角更美 好 但是我们那时候六月份啊 其实没有所谓的 枫叶弱下来的状况 然后我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标题 说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是好学校 还有芝加哥博士馆 然后西加古Museum 然后我想说这个既然的话 就至少在那边拍一张照 我们不可能有时间进去看 因为我们要打算 在短短的这个五六天之内 完成这个半个美国的旅行 那都在开车 然后接着我就 那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我下了高速公路 我想象的是那种芝加大学那种 就是满满灵异 充满了书卷 人文 然后隔壁的Museum 你一定是 好像让人家觉得会那种 感觉到就是我们进入到 那种学术的境界 结果一下去的时候 我的天啊 第一个路上都是黑人 我对有色人种 我们不要 我不是要歧视 我只是说都是 跟预期的路 对对 然后重点是 他们走路就好像是 就像我们电影 那四速列车一样 就是他们在晃这种 然后我 对就在路上这样晃 然后我们车子已经 就是接近了 他也不理我们 就这样晃 我说这是什么世界 这是我从来没有办法 想象的世界 就是说怎么会看到 一些人在那边路上走来走去 而且感觉就是让人家 觉得会心生畏惧 然后我看看距离 离芝加大学还有一点远 我们就决定要达到回府 可是肚子饿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麦当劳 好那我们想说 那就点个麦当劳 那我们想到麦当劳是这种 很亮啊 那点餐很快啊 然后里面的服务员都 还算蛮亲切 然后有很多的那个 其实我这么说 美国跟台湾的 这个素质餐厅最大的差别事情是 他们会提供番茄跟一些蔬菜 你可以是你自己自己点 像我们一般都是 他已经加给你 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是会提供在外面 一个类似沙拉吧 你自己点 所以我们这些留学生 就饿了时候 就会其实 有人点麦当 有人点麦当 但是我们一直狂吃他的这个 这是狂吃和番茄 还有他们的那个沙拉 然后你再加他的酱 你就变成沙拉酱 但是都不用付钱 因为不知道这个 当然现在不知道美国没有 我讲的是在十年前的美国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脑中也想象就是 跟我在纽泽西看到的那个麦当劳 就是停车很方便 然后进去就是点 那第一个他的麦当劳 因为他在芝加哥市 所以他的 他不像是在纽泽西 他旁边有很大的停车场 他没有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把车都停好了 那我会想象进去的时候 一定是就是很光明很亮 就有发现到 哎他位置不多 然后也没有看到 当我眼睛赶快搜索 有没有那个番茄 对对对 也没有 但比较可怕的事情是 我去的时候才发现到 他那个点餐区跟人是 用玻璃把它封住的 对我想象那应该是防那玻璃 然后呢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是用那个麦 你是用麦克风对他讲 但是你看到那个人 但是你是麦克风 就是一个传音说句 我要点什么 然后他对方说OKOK 然后接到付钱有没有 付钱是那种 一个四四方方的洞 然后他有一个旋转盘 然后你把你的钱放好的时候 用旋转盘放进去 对然后再找钱的话再给你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应该是不需要防疫了 因为人云之间 不但保持安全距离 而且这安全距离很严重 时间过快 我们第一节讲完 所以我们第一段要谈到 是欧洲重创重启第二的封城 但是根据我们卢小姐的说法是 其实封城并没有让经济 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次是有秩序的封城 但是我们好奇 这事情不能解决 最重要还是来自于 就是我们说的疫苗的问题 我们就来谈谈 到底辉瑞这次捷报之后 对全球有什么影响 不要忘记 辉瑞跟这次的疫苗 就是德国的疫苗 必须要在-70度来做储存 这可能是很大的挑战 对我们台南 到底全球有多少款的疫苗 那我们台湾疫苗 现在是介于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辉瑞捷报真的对全球经济 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们请休捆解 大家 欢迎来新闻棒 听三位杰明 我们今天是访问是天涯杂志 那是我们佩华 那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这边 那这次我们讨论的一题很特别 就是到底这个疫苗经济学如何走 当然股票市场已经充分反映了疫苗发行的状况 但是何美乡讲话蛮直接的 何美乡的说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 其实现在传捷报了 除了那个辉瑞疫苗之外 还有那个莫德纳的疫苗 大家会认为莫德纳的疫苗会比较好 我先讲一下辉瑞 就辉瑞是最早传出捷报的 就他们的保护效力 比起FDA就美国的那个管理署 认为说只要五成 就觉得它是个还不错的疫苗 可是他们的保护效力达到九成 所以那时候 其实整个金融市场欢欣鼓的原因 就是认为说 那当他成绩这么好 他如果去申请那个紧急授权 应该有机会过 而且应该会很快就过 不过因为他最大问题就是 他要在零下70度做运送跟储存 而且他的那个有效 就是你的保存时间也比较短 他其实跟他的保存期间 其实只有五天 然后跟其他可以几周 一周到一年来比 其实又相对时间都比较短 所以像何美乡老师他就说 其实他就是一个有钱国家 才用得起的疫苗 因为这种冷出的一个物流 其实对台湾来说 即使是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做到这么好的这个运送 那甚至是说 未来疫苗像在美国 美国的药厂量产出来了 那他配送到各国家 机队 飞机 机队 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很多机队 现在才开始做这样的准备嘛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OK他疫苗的开发确实 很好 大家都觉得比大家预期的还 甚至比大家预期的好 可是他未来配送跟接种 是不是还可以这么乐观 其实大家就没有保持这么乐观的想法 对 负70度 可能大家对负70度 不要有什么感觉 其实一般我们家里冰箱 大概负10度左右 那你就会觉得我已经很冻了 但是负70度比这更冻 那因为我以前在中研院工作 我知道什么叫负70度 整个生医所这么大间 其实有负10度的冰箱非常少 我们大概都是负20度 所以你要进负70度的时候 第一个外面的温度就已经比较 比较 他们一定是必躺式的 不可能是那个像我们一般的冰箱 是直立式的 那不可能 因为负20度不可能都 负20度以下不可能是用直立式 你打开 你整个冷气都跑出来了 那里面马上就损失 温度一下掉10度 里面RNA就全部阵亡 因为病毒的RNA是比较脆弱的 好了 所以电影情节有演 负70度出来的时候 是你第一个你进去的地方 本来就已经温度就是比较低了 所以穿衣服进去 然后你在拿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手套就是后手套 因为负70度 然后拿起来 然后你要 因为你要开始准备做这个实验的嘛 所以我一般来说 我们要把它从 现在这个 比较低温 让它慢慢减冻 然后再进入到 我们室温的那个实验室 然后很快的 赶快把那个萃取的动作 赶快做完 所以负70度 怎么可能 但我们去体验一下 这个BioNTech 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前两天 有一篇文章 就谈到了BioNTech 他们的老板是来自土耳其 然后在德国 非常厉害 他们其实早在今年的 元月的时候就已经预期 他们在去年底就已经听说 然后今年元月24号的时候 就决定来发展疫苗 但因为它是RNA 所以它必须要放在 这个负70度 那其实我们前阵子 有部电影 大家觉得这个RNA 是不是很神奇的东西 是的 其实病毒 它是试图改变你的基因 它不是 它可以从你身体 拿到基因之外 它会试图改变你的基因 癌细胞就是这样 人家说 像女孩子的那个子宫颈癌 它其实就是由 这个涂状病毒所感染的 然后改变你的DNA 从RNA 转入到你的DNA 然后把我们DNA做改变 产生变化 所以一般来说 用RNA做疫苗 这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RNA 它会不会 它会不会造成你的基因的变化 或者它攜带 攜带什么样的基因进来 所以它一定要检裁出 是属于武汉病毒 最具有特征的 这个病毒的RNA 而且这RNA 是不会去重新反 反入我们的这个DNA 就不会进入到我们人体 它反入一段DNA 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所有的RNA的生产 它其实的方式就是 它进入了人体之后 它就反入了一段DNA 进入到我们的基因系统 那我们基因系统里面 就有一段是属于病毒的 这个反入 从RNA反卫的DNA 所以我们就会制造这个蛋白质 就是这个病毒所要的生存基因 所以我们的酵素 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的血液 就很乖 因为我们的细胞里面 已经有被载入了 这一段RNA 就是反入DNA 所以它就不断的生产病毒 就是病毒所需要的遗传物质 然后它就塞满了整个细胞 然后当你的细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全都是这个病毒的时候 病毒就会有一个机制 把你的细胞膜给破掉 所以病毒就会扩散到你全身 然后再去感染你下一个细胞 然后一样进入你细胞之后 RNA反制成DNA DNA在生产它需要的RNA 然后它又变成一堆的病毒 最后你就会开始在短短的期间之内 你的症状就会出来 包括你会咳嗽 你会发烧 都是那时候RNA 一直在快速的进入了人体 那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当然我们人体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读到讯号说 我们被侵入了 而难 侵入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T细胞 就赶快开始抓这个RNA 然后根据它的形状 比如说它的形状是凸 假设一个凸 大家凸字的凸 就是凹的凸 然后我们人体就会做出一个凹 好 就凹跟凸就会结合 然后就把它带走了 然后接着就可以交给我们的白雪球 那我们白雪球是一个巨大的怪兽 这也是柯文哲所讲的 阿米巴猿虫 我真的怀疑我们的白雪球 就是阿米巴猿虫变形种 它就像是一个 它是我们人体里面算比较大的细胞 它就会当我们的这些T细胞 或者就是它叫做killer细胞 杀手细胞 它认出了这个病毒的时候 它不是要把它绑住了吗 那这个病毒就没有办法挣脱 它就被带走 然后这时候这个白雪球 就听到讯号 它向运输车过来 就把这些 我们的这些免疫细胞 就T细胞已经抓到病毒的 全部刺进它的肚子里面 好 这个白雪球就把它全部消化掉 但问题是 当我们的T细胞 要去抓这些病毒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血液输送啊 就会发炎 会肿胀 我们就称之为 就是我们身体有敏感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病毒 它要做到什么程度 第一点是你这个RNA不能反制到 不能去反入你的这个DNA 那你反入的话 搞不好你就状况更严重了 那而且降低 当然它是要降低这个影响 就是让我们T细胞认识 但是你不能太厉害去扩展你的视力范围 所以这第一点就是你的毒性要低 然后T细胞 它也可以达到复制的结果 然后T细胞可以看到 第二件事情呢 不能有急剧的发炎的状况 就是不能有感冒啊 症状不能做 所以其实疫苗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它其实是高度难度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 对中国的疫苗感到这个难过 因为他们是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是类似小儿麻痹的 小儿麻痹之间 那个谁何美香有解释嘛 对不对 对其实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其实现在同时在进行中的 有一个疫苗的开发 跟药物的开发 就是说已经兰疫的人 他们要需要药物的开发 那其实现在全球跑了 药物开发跑了比疫苗快 那其实蛮好理解的是 因为疫苗是打在健康的人身上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杰明哥讲的 就是说 所以你 病毒打到你的身体里面 可是不能让你有过度严重的发炎反应 对 甚至让健康变不健康 这件事情的风险很大 所以才是各国对于整个疫苗的开发 其实是很严格在把关 对 那其实何美香那时候 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看到 所谓的保护效率 保护效率就是说 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的染病的程度 其实比起你没打疫苗的染病 发病数 发病数会比较少 可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说 其实这 不管是Biotech 就辉瑞这一档 还是说莫德纳那一档 确实在过去的那个临床实验上 都有出现过一些副作用 所以 有些 有些那个 学界的人 就是流行病学学界的老师们 也都会很担心说 因为现在在这个 临床实验相对的 人数的规模都是不多的 那可能即使出现副作用 超过三万人 对 就是副作用好像可能也不见得可以 那么明显 因为基数不大嘛 分母不大 可是当你未来是一个大规模的接种 可以预期 全球会是一个大规模接种的状况的时候 他的 他的那个副作用的案例可能就会很多 那何美香老师其实 有一个说法 他是说 如果以小儿麻病为例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百万例里面会出现 一例会出现脖脚 就是你打了疫苗反而结果得到了这个小儿麻痹 对 就是副作用的情况 然后 可是因为 他算台湾的新生额一年大概是二十四万多 所以你可能打不到五年 可能出现一例 那大家觉得这种副作用的程度是 可以接受的 对可以接受 可是这一次如果是那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他可能是在短短一个月会接种两千万人 可是那你同样去算那个比例 他可能就会是二十例出现所谓的副作用 那大家看到这个数字真的应该会疯掉 因为二十例听起来很恐怖 绝对数字是高的 可是其他比例是一样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 绝对的副作用案例可能是高的 可是他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 他的意思是说 大家不要就是好像看到这数字太惊慌 然后就去觉得不需要去打疫苗 因为其实你打了疫苗 还是会有办法你去保护到 让健康的人尽量不要再去得到 就是染疫嘛这样子 和美项说法是 因为在韩国有八十几个人 打流行病毒就阵亡了 不打病毒还没阵亡 打了病毒就阵亡 他说其实疫苗的部分 并不是在乎那八十几个人 而是在乎的是绝大部分能够产生免疫效果 因为这边 我看你们另外一篇文章写得很好玩 就是另外一个记者讲的 他说这个内容也引发我的关注 他说那疫情再发作 会不会造成这些供应链会锻炼 就他回答说不会跟今年一样 因为这些人大概百分之四十 都已经有抗体了 所以第三世界很多国家 其实早就已经大爆发 只是不知道 像可能你看最近菲律宾股票 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 我再猜啊 他们可能已经是百分之四十人 早就已经身体有抗体 根本不需要再打疫苗了 因为他们已经大流行 只是数字没出来 那中国部分地方 有些供应商也是说 其实当地人都已经百分之四十 已经有抗体了啦 所以呢 根本就不用担心 所以这是不是透露出 什么样的秘密呢 但是问题事情 是别的国家 我们当然台湾 台湾这么安全 我们在很紧张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十万人 那根据你的资料这边显示 最高是到了将近六七十万人 所以已经增加六倍了 所以台湾没有办法感受 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一天变六十万 因为我们感受最举例的时候 一天才十万人啊 哎呀真恐怖 那我们也很好奇 到底哪些疫苗 正在进行当中 它的特效又是什么 大家很好奇 对不对 我也很好奇 等我们听听我们佩华 怎么跟他解释 新的疫苗的进度 还有这些疫苗的特质 我们先休息一会 节目再见 得来 欢迎来的新闻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佩华 佩华带来一个重要的讯息 说这一次的新冠状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叫做非典型的萧条 这种非典型的萧条 是你没有任何办法 用任何金融手段来解决 这绝对是公卫问题 那所谓公卫问题的 就是你是有秩序的封城 还是毫无秩序的封城 也会影响经济 那我们从欧洲状况 看起来也真是如此嘛 但是问题来了 要解决还是要靠公卫系统 那公卫系统 除了我们现在戴口罩啊 刚刚我们讲的 英国好像已经开始感受到 戴口罩很重要了 对不对 好 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就打那两针啊 不是一针哦 是两针 因为我前任职跟一勋 就是有钱人 应该说老板们吃饭 我是被带去了 我母亲要被带走 不是我刻意去认识大老板们 就他们就聊说 因为其中有一个 是医疗体系的人 他们说 那我可以跟你要一根 我心心想说一根不够啦 要两根啦 都是要打两针啦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全世界到底 临床试验有几款疫苗了 现在就是在临床试验中 有150多款啦 不过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就是第三期 第三期其实就是 最接近上市的那个阶段 然后目前就是有10款 那我们赛事新闻上 已经知道的 就是有传出好消息的一个 是辉瑞跟Biotech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莫德纳 这两款其实就在那10款当中 那我看一下 好像其实上个礼拜 我辉瑞已经去申请 紧急授权了 那可能最近就会有好消息 那莫德纳其实也在准备中 因为莫德纳好像是上礼拜 上上礼拜其实也传出 他们的保护效率 他们好像到了94% 这两款其实是 大家最寄予厚望的 不过它两个有不一样 他们的疫苗种类 一样都是用RNA 刚刚其实杰平哥 也有跟大家解释说 RNA它是怎么样去发挥 它的那个作用的 不过他们其实在于 就是运送物流 这一块的要求 是大大大不同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 莫德纳有好消息的时候 大家其实更兴奋 因为就是它不需要 零下70度 辉瑞零下70度 其实是很精神的一个 那个挑战 那它其实只要 零下20度 甚至它其实在解冻后 可以在一般的冰箱里面 保存一周以上 那我记得台湾的 那个机关局 其实也有去接触 莫德纳 而且我们对莫德纳 某种程度上 也是寄予比较大的厚望 不过我们上次要跟他买 那个就是感染后的药品 是失败的 因为他们自己 美国自己都用不完 那我更正一下 我刚才讲的 先病毒栽体疫苗 那个是阿斯特杰利 那BioNTech 他用的是讯息的RNA 叫做Message RNA 它也是RNA的一种 因为RNA 它是纯化的RNA 所以它的温度 要被降到70度 但是阿斯特杰利康 他用的是用病毒栽体 去栽那个RNA 所以它的温度更低 它只上2到8度就可以了 所以要分别 它其实不太一样 一个是 就是道道地的RNA 就是他把这个Message RNA就是讯息RNA 直接抽离出来 然后就直接让我们的T细胞认识 就他 把他抓住 因为他是MMA 那讯息RNA扮演什么角色呢 就是在我们的病毒 进入到人体之后 它为了要 让我们的DNA转入 反入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RNA 所以它在它的RNA的头端部分呢 就有一小节 这一小节就是 你侵入人类 让人类没有办法去 抵抗的那个MMA 它就会透过这方式呢 去告诉那个 就是我们的DNA 因为我们DNA是纠缠在一起的 好 我们纠缠是 彼此纠缠在一起 但遇到了这个MMA之后呢 它就自己打开了 它Message RNA就会把这个 它就会一个讯息过去的时候 你的DNA就会自己打开 那我们打开的概念是什么 打开概念就是要再生产 就是要准备复制 你因为我们通常 你把它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像像两条线 你把它就在一起的时候 它很难去 去就是去把一条线拿出来 然后去重新产生新的一条线 就是叫做复制 所以呢 Message RNA呢 就是走过去说 哈喽 芝麻开门 然后我们的人类的这个DNA就很乖 他就开始把他的大门打开了 就是那个我们的原来就在一起的这个DNA就打开来了 然后他就会把他这个打开完之后呢 他后面就可以开始叫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 瓢瓶啊 什么腺肝酸呢 就会直接复制他要的RNA 然后他就会出来 所以Message RNA可恶 但是他会是从这个病毒它释放的讯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出这个讯号 就知道病毒来了 我们就把它杀掉 所以这就是MRI 但是因为你是纯化的RNA 所以他的温度就要比较低 要-70度 那阿斯特杰利康呢 他知道这个问题 他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是纯化的RNA呢 我保存问题很严重 所以他去找了一个叫腺病毒 那这腺病毒很明显的是 对人类已经是没有产生 你不要想到肺腺炎 肺腺炎就会是腺病毒的一种 听到就肺炎 他可能是已经 我估计啊 这个我就不懂了 他可能是 他有把他的病毒已经简化 成对人类无伤的腺病毒 然后把这个RNA载进去了 所以他的温度更低 因为病毒他的存活力更强 所以他温度 像我们一般感冒 是在一般的 大概差不多十几二十度吧 所以他就用腺病毒载体的话呢 他温度就是两到八度就可以了 好 那为什么两到八度 其实是抑制他的活性 在这段时间 你不要给我变异 就是我用两到八度呢 把你冰冻起来 你不要给我变异 因为他是用的是腺病毒 所以他是不能给我变异 我这里面东西 你不要给我消化掉 你要乖乖的 然后呢 解冻啊 就打扰人体 然后我们人体就会接受 就他要把他杀掉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病毒 他的不同的状况 好 因为这我是专业 所以我就 就抢了 抢了配华的时间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 是说 我们刚刚要提到 就是说 那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就有谈到 莫德纳的成功 就代表的是高端的成功 因为我们这次的病毒很特别 他因为我们 像苹果日报 都有画他的那个相片 其实很丑 他旁边很多那个图词 看起来有点恶心 那这个莫德纳跟 我们的高端呢 都是美国国务院给我们的 他就是把 那个病毒呢 的那个 他的那个脊蛋白 纯化 那你知道 你纯化完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实验室的方式呢 就可以大量复制 你纯化这个蛋白之后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技术 可以大量复制 那种复制不是很难的 那个机器跑一天就出来 因为以前我跑过 就是你把他 你把这个资料赌给他 然后跑出他的那个 他的DN 这个蛋白质图谱 然后我们的机器 就可以大量复制 这个集蛋白 然后打进我们人体里面 我们人就会认出这个集蛋白 那这集蛋白在谁的身上 在病毒的身上 把他抓起来 然后把血泥把它吃掉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情况下 你们有所谓的悲观情境 跟乐观情境的分析吗 对就是一般情境 因为现在整个 大部分机构 对于情境的分析 就是分一般情境 然后大家会觉得 对今年 今年因为前几季的状况 很不好嘛 所以对于 全年的预测都是衰退 只是说大家觉得衰退的幅度 已经在缩小了 原本像RM的预估是 -5.2嘛 现在上修到-4.4 对 那其实对 但是对明年的部分 大家都会 大家的预期就是 会是一个V型的反弹 那V型反弹的 也很好理解 就是因为今年机器低嘛 今年是负成长 今年只要有成长 其实都是很大幅度的反弹 对 可是我觉得比较 值得注意是中期 大家对中期的预估 就是说过了明年以后 从2022年开始 整个经济成长 大家会觉得又稍微回落 就是回到大概3.5 明年他们的预测是5.2嘛 然后到了2022年开始是3.5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疫情其实真的改变了很多事情 台湾人可能感觉不出来 可是像在国外 像美国 很多听说市中心的 在市中心的办公室 现在都是空城 因为大家都远距工作 甚至很多公司已经考虑要把办公室买掉 听说连州政府的机构 都在考虑这件事情 然后那这也导致市中心的生活机能 甚至连不动产价格也都在下跌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整个生活的想象已经彻底改观了 所以我们去采访到也了解到说 供应链其实也都要预作准备 就是说你们现在不是要思考疫情结束了 就是说怎么跟疫情共处 甚至疫后的世界 已经跟疫情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那你怎么样去做准备 然后这个伴随而来挑战是什么 其实都是企业主线要去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 因为他说如果一年打10亿人 那全球7亿人要打7年 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是V型完之后 比较类似开根号 就是开根号前面有个V型 然后面是平的 这是大部分的分析师的看法 那这个情况下 你有听到比较乐观的说法吗 你是说如果疫苗的状况更好吗 是有 不过其实对于这方面的 我觉得没有很多 大家反而还是比较担心 因为现在美国的状况真的很惨 特别是大家现在都在想 11月底有感恩节 然后其实在美国传统感恩节 是大家庭聚会 可能很像台湾的过年 我猜 所以那大家 是台湾的过年 是台湾的过年 大家都要在一起 对大家都在一起 常常回到爷爷奶家 对对对 然后爷爷奶家 就会放很多的礼物 然后每个人他就会 在吃完餐厅的时候就要 就我们是发红包嘛 他们就拆礼物 那不论礼物好不好 你的表情都是非常 哇 surprise 所以看起来 你的结论应该是 跟开根号的方向 比较是你访问的 经济学校的看法 对 那因为时间关系非常经厌 非常谢谢佩华再次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不要忘记 这是第711期的天下杂志 然后有我们佩华的专刊 也希望大家来买一本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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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